台湾正迎来新一波的严重疫情 因此这时候施打疫苗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也开放6到11岁的儿童 可以施打莫德纳儿童疫苗 该不该打 目前世界各国施打的儿童疫苗 与两种品牌剂量也不一样 各自所根据的安全资料也不完全一致 因此造成很多国家的家长 处于犹豫跟观望当中 究竟这些家长最后做了什么样的抉择 政府又怎么帮助他们来做下智慧的选择呢 我们就先从新加坡开始 新加坡是去年亚洲第一个施打儿童mRNA疫苗的国家 到目前当然已经处于一种完全新的状况 当时新加坡的家长到现在 他们是如何看待儿童疫苗的安全问题 当新加坡的去年12月27日 成为亚洲第一个对5到11岁孩童 大规模施打mRNA疫苗的国家后 针筒前的挣扎就没有停过 当医护把贴纸和棒棒糖摆出来后 重头戏才能登场 历经多次疫情大考 新加坡发现 随着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和规模 都远胜以往 孩童接触病毒的范围与风险 也更高之下 已成为防疫破口 新加坡在Omcron疫情中 5到11岁儿童的感染率高居各族群之冠 每10万人就有67人染疫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 抗疫苗 Elizabeth 你感觉好吗 好 好 这是我 小伙伴 我从7天开始疫苗 我感觉好 而家长的态度 绝对是孩童接种的关键 由于儿童开打至今 新加坡只授权辉瑞这款疫苗 其副作用如局部疼痛 发烧甚至罕见的心肌炎等 虽然以800万名儿童的疫苗不良反应 只占了0.0153% 但在只有一个选项的情况下 家长还是会担心 我们的测试显示 52%的父母 都在关注疫苗的最终效果 而22%都觉得 孩子只会遇到症状症 如果被冠状了 COVID-19 就是这个预设的前提 让治疗确诊儿童的医师几乎每一天 都被问到同一个问题 如果孩子们从COVID-19出现状态的症状 为什么他们需要疫苗 他们有很多香气 这种香气可以很满意 6至9个月 有些孩子们有疲惫 很容易疲惫 他们会疲惫 他们有缺力 比较早COVID-19 这问题的质量 并不太生命 会影响自己的质量 甚至避免遇到常新冠的威胁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 没有接种的孩童 若又不幸出现严重病况 目前可用的新冠药物或疗法 也多半限12岁以上才能使用 而随着医学持续推进 既该不该打辉瑞疫苗的问题后 多国家长也开始面临 该打哪一种疫苗的难题 我们现在有两个青春 为Moderna的小孩疫苗 澳洲儿童除了在去年就能打辉瑞 当局更在今年2月17日率全球之先 批准儿童可接种Moderna疫苗 剂量约为成人的三分之一 且不知澳洲 目前欧盟 加拿大和英国 都已同时提供儿童施打辉瑞 和Moderna疫苗 虽然年龄限制都一样 剂量也差不多 但两季间隔的时间 各国标准略有不同 美丽莎八岁的双胞胎女儿 和十岁的儿子通通打了莫德纳疫苗 她说除了轻微的副作用 打完一个月后 孩子依旧很健康 但因儿童的体质各异 因此副作用的呈现 确实也不一样 由于激烈和罕见副作用 给家长的忧虑 学界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 和样本中提供科学研究数据 让民众做更有根据的选择 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本周先是以5到11岁儿童 染疫后住院的数据呼吁 在Omicron大流行期间 每10万名住院重症孩童 有打疫苗和没打疫苗的比例 直接相差2.07倍 这个数据则证实 接种疫苗是真的能减少住院的重症几率 学界不建议在不同条件下 直接相比辉瑞还莫德纳疫苗 对儿童的保护力 纽约卫生局单看辉瑞 在Omicron疫情期交出的成绩单 发现365502名 5到11岁完整接种的孩童 光在42天内 疫苗保护力从68%减到12% 但12岁到17岁族群的降幅 却只相差15% 医师认为虽然都打辉瑞 但剂量少会直接影响疫苗提供的保护力 相关文献受制样本和时间等变因 仍有许多讨论空间 但此时辉瑞疫苗效力的数据 也让众多父母多了另一个思考的面向 也有人认为 每种疫苗皆有利弊 只是选择越多恐怕更混淆了家长们的想法 但打定主意就是不让孩子接种的 也不是没有 住在新加坡育有两个孩子 女儿也已经五岁 在全球儿童至少一剂接种率 已经达到77%的氛围下 萧小姐即便确诊过 还是坚持不让孩子打疫苗 她的疫苗犹豫在于过去的传统疫苗 往往要数十年的临床研究才能打到身上 她无法衡量这个风险 是否低于新冠病毒带给孩子伤害 人们可能会说 你会是一个责任的父母吗 如果你没有责任你的孩子 你什么想法 我一直在做这个决策 我一直在认为危险和利益 当我看到资料 也显示在新加坡的病毒 就像在新加坡的病毒 可能我会认为移民 现有的儿童疫苗 或许仍缺乏最完美的选项 在台湾同样展开儿童疫苗接种 及个国家施行的状况 或可作为参考 家长的担心与质疑 全球坚然 打以不打 都是两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